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站住 什么人 偷偷摸摸上山来 各位弟兄 我是朝廷命官罗宾 奉命缉拿关清风 关清风 我们不认识 请你们速处带我去吧 可我们看你不像好人 上 快点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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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兄弟無禮的 現官君把大香山圍住 我想見關清風 就是為使大香山百姓 免遭塗炭之苦 快帶我去見關清風 我有藥事藥傷 走 走 走 快走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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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进山是来抓关大哥的 他想亲自见你 我就是关清风 请问将军遵兴大名 本章是朝廷御位罗宾 罗宾 罗宾 你就是罗将军 正是本将 罗将军 大香山的山民世世代代 本本分分谋生 规规矩矩交粮纳税 安分守己度日 分明是那霍天堡 仗势欺人 到我们大香山来闹事 朝廷不问罪 反派重兵把大香山团团围住 这是何道理 本将只是奉命行事 但也知其中必有缘由 所以才命军队安营闸寨 为而不打 今想这样关大侠 就是想问一个根由 商议一个免动刀割 伤害无辜的两权之策 是他 果然是罗将军 您认识他 他 他可是大王身边的忠臣两将 当年 就是他把你我从宫中护送出来的 大王派他来干什么呢 听了壮士的一番讲述 本将明白了原委 那姬州佛欺压百姓霸占良女 本将也有耳闻 他遭杀戮罪有应得 壮士含冤报仇 勤所应当 那霍天宝 杖士欺人 唯非作戴 京城百姓早有怨分 壮士万般无奈 反抗自卫 理所应当何罪之有 本将回去一定咒名大王 请大王能赦壮士无罪 罗将军如此侠肝义胆 慎张正义 令官某感动 但本将担心 霍府欺负两家 不会善罢甘休 他定会忘落罪名 官报私仇 壮士还是小心为好 最好还是稍作装扮 我送壮士兄妹过关卡 离开大香山 以免大香山百姓走不测 多谢将军美意 大香山百姓亲领了 可壮士兄妹不离开此地 我罗兵撤兵没有理由 还望几位壮士给我想个办法 将军回去就说 关清风兄妹 已经离开大香山不就得了吗 罗某告辞了 保重 好 如两位信得过我罗兵 敢问一件事 将军请问 听霍天保讲 大香山有一位白衣仙子 收持宝物打败官兵 可有此人 哪有什么仙子 那不过是老夫的女儿 一个普通的山村姑娘而已 不知可否相识 再请问 大香山有位出名的郎中信隐名松柏 不知可否相识 将军问对 本人就是允松柏 允松柏 允松柏 老夫的才华乃为天父自有聪明过人 先一心向佛慈悲行善 深受山中百姓的称赞 这总算让做父母得到了一些安慰 我下山后 既令撤兵 你们要罗家防范 不可大意 好 罗将军 罗将军 罗某告辞了 这可惜 党朝太缺少这样的忠良之将了 霍家有此魔法 看谁还能阻挡我夺取妙庄天下 丞相 丞相 罗宾围大香山围了几日 今天撤兵了 那罗宾还负了伤 战国如何 屁战国也没有 丞相 看到罗宾讲的是真是假 好个罗宾 十七年前蒙骗老夫一次 如今仍想蒙骗老夫 谈何容易 丞相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妙庄王的三公主 根本就没有扔到大海里 而让罗宾带进了大香山 那个白玉女子不是别人 就是三公主 我这次错就错在 不该让罗宾带兵去攻打大香山 丞相 罗宾这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知不知罗宾的罪 暂且不提 首先要除掉三公主 对 那白玉女子法术非凡 定是那妖骇 不 她不是妖骇 而是天界神仙 非等仙之辈 那如何是好 你们都不是她的对手 一切听我来安排 爹 爹 不是孩儿长他人威风 这小女子确实厉害 还有大香山众多刁民与她一心 爹您要是清征的话可得小心 何须亲政 我要守株待兔 你们不要惊慌 今日天黑 天色自然会变 到那时候 我要让大香山刁民 难拖灾祸 年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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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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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